好,带大家来关心天气了 根据中央资像局资料显示 周一到周四天气不稳定 尤其周三周四有封面来接近 东半部降雨将明显增加 一直要到周五的封面远离 天气才会稳定的放晴 那么有计划五亿廉假 安排花东出游的民众 记得要攜带雨具 未来周天气周四前属于比较不稳定 上去午后有降雨的几率 尤其周三周四 封面接近台湾 预计东半部降雨几率将明显提高 周四将是本周雨是最明显的一天 树立基台风虽然变成一个气旋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 但是它还会有一些长浪会移过来 所以基本上在2627这两天 还是会有 我们还是预测有 在东部这边还是有长浪 所以你如果去海边 基本上你还是要注意你自身的安全 因为我们还是受到东北风 还有东北风封面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在26272829 大概就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的温度 其实早晚大概就是早晚 温超雨较大 就是早出晚归你 可能还是要穿一些 博外套来预寒 周五过后一直到周日 方便将远离 周五将显著转勤回温 各地天气会转去晴朗稳定 景深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的阵雨 日夜温差大 有安排五一廉价 花东出油计划的民众 建议攜带博外套和雨具 记得讲帮彦华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τω